世界客家博览会在桃园集结世界各地的客家文化与特色 预计会吸引超过600万人次到访 众家宽平北建座谈节目桃园开想 本集邀请桃园市观光旅游局局长分享事客博要怎么玩 以及这场国际盛会的宣传与观光效益 比方说我们跟饥饿游戏合作拉到我们现场 就现场有他们直接的基地在那边 每天去可以用手机互动来玩 那假日的时候他们的几个艺人明星的这些主持团队 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互动 那实际上也把很多粉丝导克导到现场 那再加上那个王仁甫他的太太激情也是我们中立人 所以他们也很开心有个机会能够推广宣传桃园 那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其实是从来没有的尝试 我们也希望未来以后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实境的节目 能够走出电视里面看到我们桃园的美 那以这个活动为契机我觉得 未来我们会想办法邀更多的节目 看能不能就是注点或是偶尔突然出现一个快闪电 在我们桃园这边来跟民众互动来玩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城市寻宝模式 士克博有两大主展馆跟八个卫星展区 都有各自的特色跟亮点 为了带动并串联桃园的观光 市府这次特别和旅游协会合作推出高CP值主题游程 也跟高铁架期合作推出套票推展效益相当亮眼 除了我们主展馆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副展馆 卫星展馆等等 像刚刚讲的我们海螺馆或者是我们茶文化馆等等 可是你总是要让大家有丰富的游程收获 所以我们就端出了非常多我们在地的好的这些地点 还有好吃的 好喝的 然后结合旅行社 那我们这次真的是也是第一次非常的特别 桃园第一次跟七大的旅行工会 比方说我们贾连会等等 那集合600多家我们在地的这些旅行业者 推出了蛮多一日游 两日游 甚至三日游的这种产品 那只有你把产品推出来 大家会觉得说 我可以看CAK阿波兰会我还能做什么什么什么 他才能留在桃园的时间更拉长这样 我看他们是限量啦 可是我看他们当时399是肯定来的时候 不管你是从哪里坐游览车上来 你进来我们台湾的时候主展馆看完之后 那我们几个副展馆可以做茶文化体验的 然后你可以去亲手做这个雷茶的 刚刚的茶文化馆 我看他们的询问度是相当高 在斯特博这段期间 我看团客是几乎每天都把他们餐厅塞满满 光是世界馆跟台湾馆两座主展馆 以及周边的市集区都有许多值得一逛的亮点 局长也分享他自己认为非常有特色的展区 鼓励还没造访过是刻薄的民众一定要来一趟 比方说台中就把他们整个村子的这个历史 搬过来搬到现场 把这个客家村过去 要怎么样对抗外敌 抵御外敌 或是整个信仰 整个我们三三国王庙的信仰搬到现场等等 他们还把 他们还一杯 一瓶一瓶水去搬杯 那个吸水 三三国王庙祈求那个 保平安的这个 那个井水 一瓶一瓶 每一瓶都搬杯 确定过 带到现场 所以就是每一个设计内涵 然后都充满很多 所以真的可以看很久 但是看了久了不免累嘛 那像刚刚说的 出来走走逛逛吹吹风 这种休闲行程真的是很好 我们在这一次新主管 也有展出 就属于我们特家 客家特有的这个师爷 这个师头 是这种四方形的这个 对 那这个文化在马来西亚 也原原本本被保留下来 他们带来的这个 也是这样子四方形的 非常传统的 那也是一代一代 那所谓的博公信仰 也在那边有非常多 这样子的博公庙 这就是突然发现 语言也能通 然后信仰也能通 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也能通 食物饮食也能通 众家宽敏北建 座谈节目桃园开讲 倾听民众声音 关心在地需求 监督市政建设 将在每周六晚间九点 跟观众朋友见面 邀请观众朋友锁定 圈四北建活力频道 了解桃园大小事 记者来伍一桃园报导 请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